歡迎大家 加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 按讚 加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美國想要號召盟友來圍堵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但是美國越是加大力道 難道反彈聲也越大嗎 比如說拜登即將要進行亞洲行 但亞洲的國家紛紛表態 我不希望跟你選邊站 拜登是不是又碰瓷了呢 來看到是說拜登規劃 在5月圍堵大陸的戲碼 包括什麼呢 首先一看到這就觸焦了 因為美國國勤布林肯 原本在5號要發表講話 概述拜登政府對華政策 結果他前一刻就因為了所謂的確診 對中的政策演講 就因此必須要安排其他日子 接著來看到美國跟東盟首腦峰會 要在5月12號的13號舉行 不過菲律賓總統杜特地 他早就表明說我就是不要去 你看又另外一個觸焦了 另外看到美國總統拜登 是親自到東北亞來 比如說5月20號到22號 他訪問韓國 然後還要跟尹錫悅 舉行韓美元首會談 接著22號到24號要訪問的是日本 23號還要跟岸田文雄 在東京舉行會談 24號出席 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領導人會談 但是前立委雷倩就分析說 這個拜登的亞洲型很明顯有分別型 也就是你叫這些東盟國家去美國 你拜登自己到日韓來 5月看起來雖然很精彩眼花撩亂 可是你可以看出來美國是有親疏遠近的 東盟是你們到華盛頓來開會 韓國 日本呢是我拜登到你這裡來 然後我到你這裡來 我們還要去討論Quad 然後在之前尹錫悅這個算是美國 十分滿意的新領導人 因為他跟以前的文在寅還不太一樣 文在寅是說韓美是軍事同盟 然後中國大陸是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然後我們兩韓中間就是 韓國跟朝鮮要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可是你可以看到尹錫悅 他的態度完全就是 跟著美國走 不但是跟著原來就有的 韓美的軍事同盟 而且大家要記得 韓國現在沒有 戰場的軍事主導權跟指揮權 因為還沒有還給韓國 本來美國應該要還給韓國的時間 已經過了一次又一次 所以他已經有了既有的軍事同盟以外 他還要說他還要跟美國的 亞洲最重要的盟友日本 做出更緊密的同盟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就是阿西亞你們到我們華盛頓來 可是到了 如果要在亞洲做跨的放大版 或者是真正要做一個小北約 在東北亞這個部分呢 拜登他親自來了 他不但是親自來拜訪韓國日本 他同時要親自去主持 跟跨的其他的相關的會議 並且在這過程中間 又動了英國的力量去把印度牢牢的 就是懶在懷裡 就是在這過程中間可以看得出來整個五月初的布局 是要從整個的印太地區呢 去建立一個更為強固的軍事同盟關係 這中間有一個新的變數就是韓國的新領導人 對韓國這個新領導人拜登想要極力來拉攏 但是就引發爭議了 因為呢拜登極力拉攏南韓嘛 他是先去了韓國再去日本 這已經讓日本輿論是反彈的 另外呢拜登拉攏印度 就是因為印度用低價去買俄羅斯的石油啊 現在他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嘛 前立委郭劍亮就分析了 現在日本全靠向了美國 當然拜登要用很大的心力啦 來對於南韓以及印度囉 如果對於已經確定的事 當然就不尊重啊 他現在最在意的當然是印度跟韓國嘛 因為這個都是新變數嘛 因為以前是文在寅嘛 現在對比是尹錫悅 好不容易保守派又充滿執政了 所以當然要在這個當口 做一些撈攏的動作啦 那尹錫悅是5月10號上台嘛 等於是21號就去了 11天耶 很快 所以當然給他很大的面子 不過坦白講尹錫悅 在當選之後就立刻派他的特使去美國 對 所以他也已經做出正式的招呼啦 表示說我要跟這個跨等更親近嘛 那現在就問題在於這個 尹錫悅不會不知道中國大陸的態度啦 這個太接近一定會有很明顯的激烈的反應啦 因為那薩德飛彈你都忘了嗎 那難道你要裝第二套嗎 這是他自己競選的時候講嘛 說他還要裝第二套 是的 那我不知道他還有有沒有第二個樂天啊 倒光了 可能會有其他的部分啦 我覺得一定會有經濟上 甚至軍事上的反應都有可能 那美國現在在鋪一個路啦 我現在還看不到這個端倪喔 就是他要去哄日本跟韓國說 那不然你們來當第六眼跟第七眼好不好這樣 就五眼聯盟要擴大啦 對 那因為法國跟德國才不要甩你這個 法國 德國就比較精明啦 那歷史上也跟安格蘇克森不太好 可是日本 日本一直跟安格蘇克森就自認為 他們是比較好的 他不是亞洲人 對 他們拖亞洲人 日本一開始就是跟英國結盟嘛 那後來戰敗也跟美國就特別好 有共同防疫條約 所以日本人就一直認為 他好像有機會來扮演第六眼 這個讓他自己去試一次吧 事實上早就有第六眼了 那第六眼叫以色列 怎麼會輪得到你日本 好的確剛剛亮哥有說 南韓恐怕也要務實對中國大陸了 尤其大家還記得吧 也就是南韓當年裝了薩德系統 導致2017年的時候 樂天在大陸的業務 每個月虧損高達7億的人民幣 90%店面倒閉 裝薩德系統 就讓韓國的經濟損失多少 近兩百億的美元 那個美國也沒有補貼 是韓國自己損失的 所以現在來看到 拜登要拉攏韓國 還不惜的先訪韓國 讓日本輿論反彈之外呢 現在韓國恐怕也考慮 要對自身的利益 譬如說他選前 這個尹徐越曾經說過 要追加薩德防空導彈系統 但是尹徐越還沒上台 這風向已經轉變了 譬如說來看到南韓的 這個總統職務交接委員會的委員長 安哲秀呢 他也有特別表明 他說呢 目前政府新政府的施政的願景 原則目標等等 以及110個 110個施政的課題 都沒有提到薩德的反導彈的系統事情 另外呢 南韓的外交部長提名人普正呢 他出席國會員事聽證會的時候 他也對於是否要追加部署了薩德防空導彈系統呢 普正說必須要進入深入的討論再做決定 所以韓聯社呢 講得很清楚了 這番話就顯示說呢 他要追加所謂的部署薩德飛彈 新政府啊 現在呢好像沒有要這樣做 已經風向改變了 他要先改善是已經部署的薩德飛彈的系統 在面對中國大陸外交的部分呢 普正他也說 要用相互尊重為基礎建構起健康成熟的 韓中合作的關係的新時代 韓國呢將會立足於國家利益還有原則 加強雙邊的戰略溝通 本著呢政經分離還有共同利益的原則 擴大兩國務實的互利合作 而說到了韓國跟中國大陸關係呢 韓媒呢特別有引述說 南韓政界的消息 有特別提到 就中國大陸的政府派遣了什麼人 要去參加南韓總統影席月的就職典禮呢 答案出爐了 就是中國大陸要派遣國家副主席 王岐山要來出席的是10號舉行的 南韓第二十屆的總統就職典禮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趨勢 因為來看到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說 韓國跟中國大陸是友好的敬禮 中國大陸祝願韓國各項事業蓬勃發展 中韓友好合作不斷邁向更高的水平 看得出來尹錫月他儘管大家都說 你是親美派的啦 但是即將要擔任總統的 現在也變什麼 總統模式啦 為什麼呢 他要務實對華 恐怕才是對韓國最大的利益 所以可以看到包括薩德飛彈 他選前說要裝 現在變不裝 然後跟中國大陸關係也說要好好保持 中國大陸也派出了王岐山 要一起參與他們的聖典 南韓新任總統以錫月就職典禮 外國貴賓名單曝光 大陸罕見派出重量級人物 大陸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 南韓總統就職籌備委員會 還將他列為首腦級人士 韓聯社指出大陸通常派副總理級別的官員 出席南韓總統就職典禮 這次規格比過往都還要更高 推動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 符合本地區各方共同利益 我們希望各方相向而行 盡快開展有意義的對話 大陸特地拉高層級 可能與美國和南韓關係互動 熱絡越走越近有關 美國總統的亞洲訪問 第一站就要和以席越會晤 而在這之前 美國還將派副總統賀錦麗的丈夫任德龍 參加以席越就職典禮 大陸派出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較勁異位農后 劉曉明表示 中方不願看到半島形勢緊張升級 不贊成任何一方採取可能激化局勢的行動 中韓在半島問題上立場相近 共同利益廣泛 事實上以席越贏得大選之後 由於親美立場和親中的文在寅大相徑庭 中美都積極展現友好希望能夠拉攏南韓 而南韓新政府對中美態度 也在這段期間出現微妙變化 根據南韓公布新政府施政願景 出入意料以席越選前支持的 也是大陸所反對的 追加部署薩德系統 並沒有出現在願景清單 也就是說美國佈局的印太戰略 可能出現縫隙 日美在印太戰略上一步一驅 但其他國家都還存在變化 因為11月即將在亞洲舉行的 東盟G20和APEC三大峰會 都沒有明確排除俄羅斯的計畫 拜登想要插旗印太為中毒 恐怕還有難度 記者張鈺報導 好美國呢不只抗中踢到了鐵板 來看到美國加拿大力道圍堵 俄羅斯也產生反效果了嗎 來看到不少的亞洲國家對於美國 逼著亞洲國家圍堵俄國 集體反彈了 您覺得拜登是不是又碰瓷了呢 來聊天視頻上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 為什麼說到亞洲國家集體的反彈呢 這是來看到 日本廣播協會NHK有報導 20國集團G20的輪值主席國 也就是印度尼西亞 還有來看到東南亞國家聯盟 阿西亞的輪值主席國柬埔寨 還有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輪值主席國泰國 5月4號竟然同步發了聯合聲明 表態要邀請所有的成員國 來參加組織的峰會 NHK就特別解讀了 這就是針對是否要邀請俄羅斯 上述的組織成員國之間存在的分歧 聯合的聲明目的就在於 對抗向輪值主席國施壓的這些國家 雖然他沒有名講 但是您覺得這些國家是在對 是哪些國家在對G20 阿西亞甚至是APEC施壓呢 不能讓俄國來參加呢 我們來聊天室一起聊聊一下 接下來看到亞洲國家大團結 反了西方的壓力 就是來看到是印尼 柬埔寨跟泰國 三國的外交部網站 同時5月4號發布了這一份 三國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表示說 三國很榮幸 將在今年的下半年 主辦東南亞地區 三個很重要的 世界級的領導人會議 也就是來看到 包括了11月11號到13號 就是阿西亞的相關峰會 11月15號到16號的時候 則是G20峰會 另外還有18號到19號 是APEC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聯合聲明就說 G20、阿西亞還有APEC 這三個組織的議程 具有共同點 也就是所有的成員國或經濟體 共同推向全球還有地區議程 還有努力提供獨特的機會 讓什麼 讓和平、繁榮、可持續性包容的發展等等 匯集各國的人民 三國除了介紹相關會議的主題 還聯合聲明表示說 作為這些重要會議的輪值主席國 決心跟所有的夥伴 還有利益攸關方 一起來努力確保合作的精神 由於來看到俄羅斯 它其實本身就是G20 還有APEC的成員國 NHK就注意到這份聯合聲明 就是在表態要邀請包含 俄羅斯在內的所有成員國 以及利益攸關方 參加各自組織的峰會 NHK也提及說 在俄烏衝突爆發之後 G20成員國當中 是否要邀請普丁 來參加峰會存在分歧 分歧就是安格爾薩克遜 這些美國為主的這些 G7國家有分歧而已 這就讓輪值主席國 印尼真的是左右為難 在這種狀況之下 三國發了聯合聲明 目的就是團結起來 對抗這些向他們施加壓力的國家 而且呼籲說進行有建設性的對話吧 最近來看到美國帶領之下 西方就希望在國際上能夠孤立俄羅斯 圍繞在G20當中 就這個議題來看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3月31號就曾經向媒體說 不希望在今年舉行的G20峰會上 看到俄羅斯總統普丁 這是杜魯道開第一槍 接著來看到美國總統拜登 還有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 你看都是安格爾薩克遜 五眼聯盟的這些相關成員 表態更直白了 他直接說應該禁止 普丁去參加G20峰會 甚至把俄羅斯逐出G20 但是抱歉沒有達成 因為沒有人要踩信 或者是用你的這一招 什麼逐出等等的 而針對美西方施壓 印尼方面也表示說 早就已經邀請了 所有成員國參加峰會 當然包括了俄羅斯 彭博社也曾經報導說 美國對於亞加達 拒絕撤回發給普丁的邀請 感到沮喪 不過報導還說 要要求今年G20領導人 第17次的峰會 排除俄羅斯無果之後 美國又努力把重點放在了要求 印尼去邀請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去參加 11月份舉行的G20峰會 當地時間4月29號 印尼的總統佐科威 他說好了 那我們就邀請了 我邀請了普丁 我也邀請了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去參加今年的 G20峰會好不好 那另外呢 俄羅斯的衛星通訊社 當天就報導了 俄羅斯總統的新聞秘書 佩斯科夫 他就說了 說俄羅斯將會為 G20峰會來做準備 但現在談論參與的方式呢 還有點過早 但是普丁總統是祝願G20的輪值主席國 印度尼西亞能夠取得成功 俄羅斯也會為G20來做準備 同樣來看到不甩美國的 要求制裁俄國的就是什麼呢 印度了 我們來看看三哥 他有新動作喔 印度不只是不禁止買俄羅斯石油 反而企圖要購買俄羅斯石油訂單當中 獲得更大的折扣 這是根據彭博社報導 有一位不具名的知情人士表示 印度正在尋求低於每桶是多少 每桶70美元的價格 去購買俄羅斯的石油 去彌補呢 因為購買俄羅斯石油 遇到的額外障礙 而遭受到的損失 目前國際的基準 布蘭特原油的交易價格 接近每桶是108美元內 知情人士透露說 從2月下旬以來 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發動 特別軍事行動以來 印度的國有跟私有的相關的 這個什麼呢 煉油廠已經購買超過了 4000萬桶的俄羅斯原油 彭博社估計 這個花費呢 比2021年全年的俄羅斯 對印度的貿易額高出了20% 作為世界上第三大的石油進口國 印度85% 85%以上的石油 都是呢 是進口的 知情人士說呢 如果俄羅斯啊 同意在對印度的出口石油上價格 有進一步妥協的話 印度的這些國有煉油廠 每個月可能會需要大概是 1500萬桶的石油 佔總量的總進口量的10% 其實呢美國主導的全世界議論 現在呢紛紛也提到鐵板了嗎 我們來看到這一位 巴西的前總統魯拉 他要上了最新一期的時代雜誌 南美洲版的封面 他在獨家專訪當中斥責 俄羅斯總統普丁 他不該侵略烏克蘭沒有錯 但是他也批評了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同樣也有責任 他也呢把這個炮口對準了誰 美國總統拜登 他認為啊 拜登呢應該怎麼樣 不應該去煽動俄烏來開戰 南美版的時代雜誌 用封面故事來說 巴西最受歡迎的領袖 尋求重返總統之位的相關專訪 那將在說呢 10月的時候有大選 要挑戰現在的巴西現任總統 波索納洛的魯拉 魯拉其實呢 目前的民調是領先的 真的有可能會回國擔任總統哦 魯拉在訪問當中炮火四射 他說普丁的確是不該入侵烏克蘭 但是 澤倫斯基自以為高人一等 他說呢 我看到了烏克蘭總統在電視上演說 大家鼓掌 所有歐洲國家議員起來喝彩 這個人跟普丁一樣 要為戰爭來負責 因為戰爭當中不會只有一個人是有罪的 您願同他的說法嗎 也來聊天室一起互動 美國呢圍堵大陸 卻害到自己 尤其是自己通膨好嚴重啊 您覺得拜登是否趕快拿定主意吧 快點把大陸的關稅給降了降吧 這對中美呢 的確都有一些幫助 來看到呢是美國的駐美大使秦剛啊 他接受了美國福布斯的雜誌的專訪 他說呢 美國政府應該要重新考慮 把儘早取消加征的關稅給取消了吧 秦剛說呢 中美其實呢建交十幾年來呢 兩國的經濟是高度互補的 利益是深度融合 而且呢其實啊 這個經貿的發展呢 是有相關的幫助什麼 幫助中美嘛 還有世界啦 那當前的中美的經貿合作呢 面臨一些困難跟挑戰 這些不穩定跟不確定性是怎麼樣 是來自於你美國的 而且希望美國呢 能夠停止將商業合作政治化 貿易當作工具 為投資者能夠提供更穩定性 還有可預測性 談及到大陸在美國的投資呢 秦剛說 其實過去幾十年來 很多在大陸企業 美國的投資的行業呢 為美國人民創造了多少 一百萬的就業機會 對於美國的消費者啦 美國家庭呢 都有利 那近年來呢 美國不斷的將貿易問題 給政治化了 濫用泛化 國家安全的概念 一千多家的大陸企業呢 受到了制裁跟限制嘛 中國大陸敦促美方 重拾理性 為大陸投資者 提供一個公平啊 可預測性的投資環境 使得他們對於美國市場 要保持信心 你也認同 請剛說的話嘛 我們也來一起互動 美國其實為了遏制 所謂的通貨膨脹 聯準會宣布了升息兩碼 結果來看到 這個5號的時候 4大指數呢 其實是怎麼樣 其實是重挫的 譬如說來看到 道瓊工程指數呢 打破了 大跌了破千點 是2020年以來最糟糕的表現 美股5號出現大逆轉 前一天的漲幅 一口氣吐光 美股指數表現 遭遇2020年來最慘的一天 道瓊工程指數中場下跌 1063.09點 跌幅3.12% 科技股納斯達克指數下錯 647點 跌幅4.99% 雙雙創下2020年來最大單日跌幅 標普500指數同樣受挫 跌幅3.56% 分析師指出 投資人對市場未來的不確定 是主要因素 前一天的股市大漲 很可能是投資人過度樂觀 華爾街分析師表示 市場真正走勢 其實要在會議後的18小時 再觀察 儘管聯準會主席鮑爾 明確表示 不考慮在6月15號升息三碼 但市場不會買單 因為先前許多聯準會官員 已經表示 針對40年來最高通膨 需要加快升息步伐 鮑爾英中代哥的言論 顯然無法撫平投資人 對於美國政府 採取激進政策的擔憂 還有專家認為 這波熊市恐怕才要開始 而這次升息將導致生活成本增加 房貸車貸利率都會調高 就算是存款數字上升 但恐怕還是跟不上開銷 但記憶 它仍然可能是 海康威視5號再度觸及了跌停 這個交易額超過了27億元 彭博社有報導說 美國考慮對大陸的科技巨頭 海康威視 實施前所未有的制裁 你看又來了 5號上午的時候 海康威視的股價跌停了 總市值為3607億元 對此海康威視回應 美國政府可能實施的制裁 還有待來核實 制裁應當建立在可靠的證據 還有正當程序的基礎上 公司希望獲得公平公正的對待 大陸外交部 其實也在例行記者會上 有記者就問說 所謂美國正在以侵犯人權為由 制裁海康威視 來進行提論 大陸外交部反映趙立堅說 中國大陸堅決反對 美國利用人權當藉口 濫用國家力量 還有國內法無理打壓大陸企業 對於美國所說的大陸企業 侵犯新疆穆斯林的人權 中國大陸已經多次 產民有關立場 美國的說法完全就是世紀謊言 的確美國圍堵大陸 各領域都感受到壓力 就連體育選手都受害了 來看到在北京冬奧會上 代表大陸對參賽的谷愛玲 曾經在西方引起巨大的爭議 一些西方媒體還試圖 把它拉進地緣政治的漩渦當中 谷愛玲在紐約女性體育的 ESPNW峰會上 被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她直言說 沒有想過會引發這麼大的爭議 我今年18歲還沒有開始大學生活 但是有一些人總是要把我塑造成 一個地緣政治的人物 我沒有辦法改變兩個國家的力量 我只是在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再來看到美國方方面面 好像都很害怕中國大陸追趕過去 但是美國的確在很多領域被趕過去了 我們來看看 其實踢到大鐵板的 就是美國當年是圍堵大陸參與國際太空戰 現在大陸空間戰跟17個國家簽約了 中俄還說常常聯手 現在美國航空的航天局長 NASA局長尼爾森 他又扯所謂中國大陸連什麼數據都不給 怎麼不說你美國當年是限制了中美的航天領域的合作呢 接著來看到NASA局長尼爾森 他說我們希望跟大陸合作 他說大陸沒有主動提出合作 但是跳Tangle需要兩個人 It takes two to Tangle 但是隨後尼爾森又扯說 大陸的航天工作缺乏了透明度 說什麼大陸發射空間戰的時候 助推火箭第一級落到了印度洋 大陸沒有跟美國或其他國家分享追蹤的數據 尼爾森也說 大陸政府沒有就航天合作 提出任何的消息 因此美國要在大陸太空的活動當中 來進行相關的跟蹤 那其實大陸自主建立所謂的空間戰 已經成為唯一載軌的空間戰 未來是唯一的 美國這些西方國家建設的國際太空戰 我們來看到 其實會在2030年來退役了 到時候國際空間戰 其實就算中國大陸而已了 美國這些諸多國家會失去住空 住在太空那邊 進行太空試驗等等作業的條件 可能也沒有了 眼看中國大陸航天成績很斐然 美國的美航局長開始抱怨 大陸連數據都不給了 不主動求合作 但是我們回顧整個呢 中美航天幾十年來的發展歷程 美國取得的一些航天成績 你有跟中國大陸來合作嗎 你有跟中國大陸來共享嗎 當初大陸參與的是歐洲 潔力略的全球衛星導航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國就被說 你好像有點在耍小動作 大陸最後才會自主來研發北斗衛星 實際上讓中美航天合作 存在受限的問題 不是出自於大陸 而是在美國 在美國航天取得全球領先的地位時候 其實重大的航天任務的時候 美國是很不錯 在一開始的時候 那他為了避免被別人引頭趕上 所以他自己制定了一個法規 叫做沃爾夫條款 這個條款的主要內容就是限制 中美航天領域的合作 現在美國怪大陸有道理嗎 也引發大家的質疑 另外拜登總統4號發布了 兩項的總統行政命令 要推動所謂的 美國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 還有制定應對量子計算機 對於美國網絡安全的構成風險的計畫 由美媒迅速把這個舉動解讀為 就是要針對中國大陸 對此來看到大陸專家認為 無論美國的總統指令是否是針對大陸的 從自主性的發展角度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都應該加大投入發展進程 抓住這個重大的機會 美國之一特別有報導說 美國跟其他國家 正在競相的開發量子技術 量子計算機是這項工作的重點 而且來看到量子計算機 它其實可以怎麼樣 同時進行多個計算 運行的速度比當今的先進超級計算機 還要快百萬倍 報導說拜登總統 星期三簽署了以下 目的是要加強國家量子倡議的 諮詢委員會的行政命令 而且把這個委員會直接命令在哪裡 白宮的權力之下 要確保總統還有其他關鍵的決策者 能夠獲得最新的訊息 另外白宮還簽署了一個 跟量子計畫有相關的 國家安全備忘錄 希望能夠保持美國在量子訊息 科學方面的競爭優勢 所需要的關鍵步驟 同時降低量子計算機 對於國家網絡經濟安全帶來的風險 大陸來看到是社會科學研究院的 專家呂翔說 只是代表美國感受到壓力了 旺旺水神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一直在噴音的這個叫做 旺旺水神物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好同時呢現在中天的觀眾有好看哦 你上快點購買物化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588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